日前国际刑警组织确认撤销了一条针对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多利坤艾莎的红色通缉令 昨天指控艾莎涉嫌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抗议 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多利坤艾莎是中国政府认定的恐怖分子 中国掌握着可以证明在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相关红色通报的铁证 并表示将会进一步就此事与国际刑警组织进行沟通 面对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国际刑警组织表示 不会对某一个特定的案件发表评论 除非涉及特殊的情况而且要等到相关国家的允许 市委会发言人迪里夏提热西提表示 针对艾莎的指控完全是政治性的 并强调中国无法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来证实对她的指控 艾莎曾经是新疆地区的学生活动分子 她表示自己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据知情人士上路透社透露 中国曾多次要求欧洲国家逮捕艾莎 但从来没有提供过证明其指控的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国际刑警组织 选举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 担任该组织的主席 引起了人权组织的担忧 担心中国会对这一个职务之变加以利用 因此外界普遍认为此次艾莎的案例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 以上是新闻时时报记者留心的整理报导